唐朝人有以名人的信号并称的分析 您能想到什么 沈颂 沈全七 颂之问 韩梦 韩玉 梦娇 圆白 圆枕 白居易 最著名的并称 当然是李白和杜甫了 但是李杜崇高地位的行程 却有一个过程 虽然说中唐开始李杜并称 但李杜孰优孰劣的议论 也在此时发生 中唐的圆枕和白居易 都是著名的文学家 他们看待李杜就是有差别的 圆枕在为杜甫写的木制名礼 赞美杜甫 尽得古今之体是 而见人人之所独专 诗人以来 未有如姿美者 评价至高 对于李白呢 圆枕就有所保留了 他说 圆枕的好朋友 白居易跟圆枕的观点差不多 他说 事称李杜 李之作才矣其矣 但人就不行了 李白的作品里 风雅笔信的十篇里也没有一篇 杜甫可传的诗就最多了 大约我们韩玉看到了圆枕和白居易的议论 他就借着调侃朋友张吉的机会 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 就是 李杜文章在 光艳万丈长 不知群而鱼 哪用故傍伤 皮肤汗大树 可笑不自量 韩玉不偏不移 把李杜一碗水端平 看作是 并驾齐驱的两位大家 谁都不偏废 而且指出 看不起李杜 贬低李杜的人 都如同皮肤汗树一样 是不自量力的 从韩玉的诗就能看出 中唐李杜的地位 显然没有今天那么高 甚至还有无知者 质疑李杜 但是韩玉 独具直言 把李白和杜甫第一次 共同放在一样的地位上 相提并论 所以韩玉也是堪称 李白和杜甫的第一之音 后来才逐渐形成了 大唐李杜的说法 韩玉的调章集 是一首奇诗 光怪陆离 夹夹独造 我恨不得 升双赤 去追逐 李白和杜甫的境界 哪怕是穷极八荒荒原之地 我终于能够和李白杜甫精神交通了 相互感应了 于是千奇百怪的诗丝 都进入了我的肝肠 我反手拔出大海中巨金的牙齿 高举着大瓢 唱饮天宫的穷江 韩玉写得何其的 雄奇米 伟岸 真的是有光艳万丈的奇观 如果不是韩玉 关于李白和杜甫的优劣之争 恐怕还要纠缠更久 而且没有一锤定音般的名句 李杜文章在 光艳万丈长